改S01,記得不是改這個畫面,是改S01 將來S02、S03總共有12生效 那你可能就是12個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這邊新增,螢幕部分每一個都要把它變成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的話,裡面主要就是有幾個地方可能要改 主要第一個就是你的元素自串 總共有四個中間加豆點 預設的話用運勢好了 所以你跳出來的時候可以看到這個運勢 這邊就運勢 所以這樣是做完的 它預設的話就運勢 當你點擊的時候它會跳個清單 那因為裡面我放了四個選項 所以如果四個選項的話 那當然看到的結果 它就會是 四個選項的話它會跳出來,不過目前你現在點下去好像 奇怪為什麼點了沒有作用,因為後面程式還沒寫 所以如果把程式寫出來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會希望說 點了那個事業的話 這個底下就跳出那個事業的說明 那如果點了愛情的話就跳愛情的說明 這樣的話感覺就蠻好的,有點像那個 以前做網站那種感覺 有點像App 其實蠻像網站的 而且比網站我覺得更加 方便 直接就在手機裡面 只要你安裝完之後 不一定要連上網路 OK 所以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提示 提示的部分的話 剛剛我們本來是沒有東西 可是你想說如果 我要加一個提示的話 那個提示跟有提示跟沒提示有什麼差別 那你其實可以試試看 所以你可以發現 剛剛點擊的時候 這個是下拉清單 對不對 那清單裡面的話 其實等一下你們觀察一下 這個提示 它會出現在哪裡 其實就出現在這裡 也就是說 你如果希望上面會有一些說明的話 那其實呢 你可以再加個提示 所以我剛剛試著把它加上去之後 也把它重新打包了另外一個 所以我把這個再把它執行起來 這個APK是我加了之後 那加了之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也不一樣 點這邊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差別在哪裡 這個提示 其實就是上面這一塊 那你覺得上面應該有加沒加 不過我覺得好像 差異不大啦 但是 感覺好像加了 這個敘述的話 好像會比較清楚一點吧 OK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自己選擇 要不要加 這看你的 這個APK的效果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 我們已經有這個 做完一個的之後 那接下來當然我希望選了運勢 自動底下就呈現運勢 點了事業呢 就成樣呈現出那個事業的結果 意思類推 所以會變成是一個邏輯判斷 也就是說 所以你們要思考一下 以後 你要學會這個APP的邏輯 很簡單 就是當他做什麼的時候 有沒有 所以會需要一個邏輯 當你點了這個 下拉清單的時候 然後呢 要判斷說到底他點了哪一個 有沒有 點了哪一個 就去給他 背後的這個叫什麼 標籤 這個應該是標籤2吧 裡面的資料呢 把它做變更 變更成什麼 變更成你要放的那個資料 所以邏輯大概是這樣 可是要怎麼把那個邏輯 轉變成程式 我覺得這一件事蠻重要的 那將來你其實不一定說一定要 真的自己去寫程式 我覺得現在好像慢慢走一個趨勢 就是不需要程式 而是用一個什麼 程式設計就是用那個 剛剛講的這種 像拼圖式的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當我點的下拉清單 所以你的直覺就是 點下拉清單 所以你要找那個下拉清單這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呢 它會有很多讓你選的 請問一下你是要做 你要選哪一個 其實我們剛剛是當 什麼事情發生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看到當這個字 有沒有 那理論上就這一個啦 還有沒有別的 好像沒有別的吧 有沒有別的當 沒有吧 就這一個 所以理論上呢 就是說 當你點的 這個下拉清單的時候呢 你要做什麼 所以把它拖拉過來 拖拉過來 放開 有沒有 第一個啦 所以他就知道說 你要 判斷 接下來的話呢 你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個邏輯判斷呢 也就是四選一的意思 四個裡面選一個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個缺口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話呢 基本上在哪裡 其實拆拆看應該可以拆出來 有沒有邏輯 有個邏輯吧 所以我看一下 不是這個邏輯 應該是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 變量 控制跟正一下 就是 我們要 讓他四選一 的話 那這個地方接下來就是需要一個什麼 控制 也就是說呢 當他下拉清單的時候你控制一下 到底 四個裡面呢 你要選哪一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控制 但是你可以發現喔 這邊有沒有 四選 一呢 這邊好像只有 這個一選 觸跟Force而已吧 等於是二選一 那這個是觸跟Force 一個上面一個下面 兩種執行方法 那這個的話呢 是 三種 可是沒有第四種怎麼辦 底下有沒有 好像底下沒有四個 所以其實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選哪一個 選第三個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們有四個啊 我可不可以 如果我假設有四種的邏輯判斷的話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齒輪 齒輪的部分的話 就是如果假設你少一個 你可以從齒輪的地方 去把它點選 然後你可以自己加喔 再來加什麼呢 因為我還少一個 否則如果的話 第一個是如果嘛 就是一幅 第二個的話就是 否則 如果 再來就 L 就否則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一個的話就是 否則如果 放哪裡呢 放在這邊 把它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OK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再增加一個的話 你是可以再用 這邊的方式喔 去把它再增加一下 就要跑掉了 好 Ctrl 自己一下 至少要齒輪一下 拖拉方向錯啦 應該是從左邊拖拉右邊 我剛剛相反 應該是這邊拖拉過來 放哪裡呢 放在 這邊就OK了 你可以看到喔 它現在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是如果 反施 這個 所以總共有四個項目 這個是第一個啦 如果程式裡面這個是if 第二個的話是Lif 或者是叫Lif 就是其次啦 那這個也在其次 所以一樣是Lif 最後的話這個就 否則的話就Ls OK 所以 有點像四選一喔 OK這個比較需要注意一下 請你把這邊的否則如果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如果你還有第五個的話 你再把它拖拉一個 就第五個 如果多一個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把它拖拉過來 這個有時候 有沒有拖拉 假設哪一個不要 你會把它刪掉 有沒有 它其實是有彈性的喔 感受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有 四選 一嘛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呢 你可以把它拼上去 不過拼上去因為你底下程式還沒完成 你接下來 他就是當 他下拉清單的時候 四選一 再來的話 你們 還必須 填這一個 這個是邏輯 如果 做什麼 做什麼的話 這個應該就是 把那個 標籤的部分 改一個文字 OK 所以這邊的話改文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 如果什麼條件 所以接下來就是邏輯了 邏輯 如果 當什麼呢 當那個下拉清單 就是當他 當他點了 其中一個項目 比如說當他點了那個運勢的時候 OK 當他點了運勢 那就給運勢 如果當他給事業 那就是 呈現 事業嘛 所以呢 如果 那第一個當然如果是點了運勢好了 所以如果 這邊把他拖拉 那 接下來的話 就邏輯 邏輯記得選第四個 把他拖拉過來 運勢 如果 下拉清單裡面 就是這一個 選了 這個的 裡面的結果 是什麼 是運勢的話 所以 我要怎麼知道 他點的是運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是 一樣是下拉清單 從下拉清單裡面 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的話呢 這邊應該 看一下 應該形狀 這邊有一個缺口 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前面 是凸的 那你可以看 取得那個裡面 有沒有 下拉清單一裡面的什麼 元素 所以選這一個 把它裡面的元素抓過來 如果它裡面的元素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 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運勢好了 所以等於運勢 那運勢是兩個字 所以你找到那個文本裡面 兩個字的話 記得文本裡面 找到這一個 把它拖拉 第一個 拖拉過來這邊 然後裡面的話 你就打運勢 OK 如果 應該可以看懂的意思 這還蠻妙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在寫程式 但是實際上 它都是用圖形畫表示 OK 如果 當下拉清單裡面 是運勢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標籤2裡面的 所以 設定標籤2裡面的資料 哪個資料 就是它裡面的 這個 背後這個資料 有沒有 把它放進那個 運勢裡面的所有文章 把它放進去 所以呢 標籤2裡面的資料 叫做設定 設定它的什麼 不是背景顏色 也不是大小 應該是它裡面的文字吧 所以你找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 設定標籤2的文字 選那個就對了 設定標籤2裡面 在這裡有沒有 設定標籤2裡面的文字 為什麼 那你就把它拖拉到這邊來 放開 然後呢 後面呢 再加上什麼字 字的話 一樣是文本 文本裡面的第一個 裡面放什麼字呢 就是把 我們雲端上面的這個 試算表的運勢裡面的 這個全文有沒有 把它Ctrl C 把它再切到這邊來 把它Ctrl V 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面就OK了 好 這樣子OK了 所以喔 當下拉清單選到運勢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底下的那個標籤 改成這個 OK 還有沒有 還有嘛 運勢之外 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 事業 愛情跟財運嘛 所以喔 底下 那你想說老實 底下不是 還有三個要怎麼做 是不是要再來一次 有點複雜 跟各位講 其實如果你覺得太複雜 有個方法就是 你直接把這個按右鍵 然後複製程式嘛 直接把它拖拉到這邊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字改一下 所以我這邊一樣 複製程式嘛 再複製兩個好了 然後把它分別呢 放到這邊 那改的話呢應該知道改什麼吧 如果這個地方 假如是什麼 假如是 應該這裡應該什麼 再來就是事業嘛 如果是事業的話 那我就是做事業的事情 放這邊好了 這個好像比較簡單 事業 所以把它 放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 愛情 再來就是財運 然後呢寫什麼 寫這段喔 所以這段程式其實也不用重做啦 你就按右鍵 複製程式嘛 把後面的文字改掉就好了 OK有沒有一個 放過來這邊 按右鍵複製一下 放在這邊 再按右鍵複製一下 再放到這邊來 我把它多一個 1234 多一個 所以等一下我把這個刪掉就OK了 爸爸跟這一樣 應該不是喔 這個 嗯 對 底下應該是 多一個啦 好那 再來的話就是把底下這個文字 一樣就是拿上面這邊 然後 再來就是事業嘛 所以這個事業Ctrl C 然後把它Ctrl V貼到這個裡面 這個字把它改一下 那這邊的話一樣Ctrl C Ctrl V貼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一樣 再來就是 財運 把這個財運貼到這邊來 OK 那選擇項好像多一個 多一個怎麼辦 其實好像只能刪掉其中一個否則如果啦 所以這個把它放 這個 這邊 那財運的話 我看一下 其實如果否則這個可以拿掉的話 這個看有沒有把它移掉 這個好像可以移掉 那否則不要好了 否則 不要 這個移掉 OK 這樣可以移掉了 所以你要加從這邊加 那移的話一樣從這邊移 然後這樣OK了 有沒有 如果是運勢做這一件事 如果是事業做這一件事 如果是愛情 所以四選一剛剛好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打包之後呢 你把它試試看好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的話 複雜度比較高 那我看一下雲端好像上面我有把那個圖給截圖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最後截圖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換錯了 那你是 49號對不對